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看爷爷 看看爷爷 合掌 再合掌 再合掌 感谢师父 我告诉你 一般的这种病 你到学校里去 人家老师就把你送到特殊学校 精神病学院去 这种都是这样 像这种其实就是一个灵性在身上 我现在就可以叫灵性仇 但是他晚上还会来 最主要问题就是你要把小房子 让他念经把它念掉 那么他以后就永远不来了 对不对呀 你们两个人呢 讲老实话呢 你们两个人不要吵架 你们家里经常 两个人意见多 那么家里鬼也会来 尤其是你这个太太 对不对呀 比较厉害一点 所以你们家里啊 你别看你啊 你是怕老婆的 听得懂吗 你老婆叫你向东 你不敢向西的 所以你 你念念经啊 帮老婆帮孩子好好念念经 让家里平和了 要好好的 要叫你太太有信心 你太太这个人呢 念经可念经 但是呢 经常心动 没有那么快的 种下去的东西 不会这么快长出来 听得懂了吗 你要有信心的 听得懂 否则这孩子 我告诉你养不大 如果这个灵性 一直在他身上养不大 听得懂了吗 请师傅看一看 还需要多少张小房子 六百张 六百张 嗯 其实 都要六百多的 台长帮你拉掉好几张了 帮你们做担保了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好念 没什么问题的 这个孩子我看 他要好 他现在几岁啊 嗯 现在三岁半 三岁半 嗯 他一般的很明显的好是到四岁不到 好 然后 真正的要百分之七十到八十好的话 要到五岁八个月 差不多了 结束了 好 你们要坚持 坚持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应该 有一个人要许愿吃全树 我们两个都吃全树了 都全树了 对吧 啊 好了 请菩萨给你们孩子加持一下 很快就会好起来了 没什么大问题啊 感恩台长 好吗 另外台长我问一下 这个我们曾经有三个流产的孩子 不知道有没有超多种 打胎的孩子 看看有没有超多种 你猜猜数什么几几年 她是七四年数虎 七四年数虎 七四年老虎 一个 两个 三个 哦 实际上她有四个 她三个 她是知道的 她有一个还不知道 她现在还有两个 两个还没超多种 一个要念十八章 一个念三十六章 好吗 感恩师父 感恩台长 你要记住啊 你这个太太啊 我告诉你啊 她有点神经衰弱 晚上失眠呢 睡觉很不好啊 我念了经之后睡得很好 总是觉得睡不够啊 对啊 过去啊 很不好啊 现在念经之后好了呀 觉得很好 对啊 过去不好啊 要特别当心啊 神经算弱 而且你到现在那个 这个内分泌还是失调 你的神经系统 我看整个的血液循环 颜色都不一样 说明你有两种性格 你有时候好的时候非常温柔 胸起来特别厉害 我问你先生是不是啊 是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所以没什么问题的 你看这孩子现在老实了 刚刚给他加持了一下 你们好好努力了 两个人 感恩台长 为中日人民的永远友好 做出贡献 好了 好 谢谢师傅 谢谢台长